54岁的西安环卫工高亚军凭借以掌作笔的绘画技巧成为网络上的名人 2018年夏天,他不借用任何工具徒手占取颜料作画 在长安艺术中心举办的书画展上,现场完成了一幅水墨荷花图 清新脱俗的画风和独特的画法,着实让观众连连称奇 视频传到网络后,也引得不少网友知乎高手在民间 12月12日,记者来到高亚军家中,在这间普通的农家小院里 高亚军在二楼搭建了属于自己的画室 房间简单的摆放着几排置物架和一张桌子 墙上、地板上,到处都是他这些年的绘画作品 有在纸上画的,也有在瓦片、石头上画的,种类繁多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在20岁的时候发现用手指画画 瓦子画画能达到用笔出来的效果 然后我就画出了这些画鸟从鱼的画,瓦子画 后来串子上的,串子上强妙的画也是画的 虽然上了年纪,要把这个画持续下去 高亚军称,他画画全靠自学 近40年的时间里,他完成画作静万福 高亚军最爱画鸟,作画时会用手直接占取颜料 用手掌印出鸟的身子、翅膀、尾巴 然后用指头描出细节 色彩的浓淡全装在他心里 时而用拳,时而用掌 不一画,一只昂首阔步的公鸡便跃染纸上 在一次活动中,我发现了这个高亚军 他在现场做这个手指画 然后我跟他聊了半天 最后他说他画了几十年了 但是他一直在做这个环卫的工作 环卫工作比较辛苦 所以我就想着他能够 他这种手指画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弘扬 然后我给他在我那边提供了一个工作室 请一些老师给他做旁侧的指导 然后让他能够得到更好的提升 记者了解到,目前有不少爱心人士 展馆开始联系高亚军 想通过为他办画展、拍卖画作等形式 让他能够创收 但高亚军对此不太感兴趣 高亚军称,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跟专业画家进行一些交流和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 同时将自己创造的手掌画技巧梳理出来 交给愿意学习的人们